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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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了 滚开了 滚 滚 黑衣女子喝得醉醺醺 看到巡逻袁警上前挑衅 还失控闯到封闭的功 悄悄袁警频频召骂 不要啦 废物嘛 来 给教权废物来 相信 给教权废物 先离开我 我要先照相 相信我跟你说 因为你好久 我们先再去换 保管住 同人呛警旁边游客全看傻 事发在台北大道城 12号晚上9点多 女游客和朋友玩太嗨喝的烂醉 挑衅巡逻袁警 被劝离后又暴走辱骂警方 但袁警伸手一拉 爆发拉扯 却也引发争议 而肢体冲突 同样在台北之家幼儿园外上演 外籍男子回头住 泡踹凹被害者的车门 停车冲突啦 警察都有来 当时夫人接小孩放学诊 要上车 车辆斜插 挡住整条巷弄 后方驾驶不满 被挡住去路狂按喇叭 丈夫下车 爆发口角 他觉得停在那边 他过不去 然后你动手 西班牙籍丈夫气冲冲 找对方理论出脚狠踹车门 还揪住驾驶 一领狂呛下 失控行为反而被告 就算踹车男强调 是为了保护太太属于震荡防卫 但法官认为驾驶没有意图撞人 揣摇车门构成毁损罪 判处拘役55天 折一脚的代价可不小 记者张志明 张贝兹综合不道 我是张贝兹 这次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 扫铃铛